五点零五分 刚刚起床 准备去洗漱了 刚起来有点猫了 很有精神 两个宝贝都在睡觉 该叫这个姑娘起来上雪了 月嫣 月嫣 起 月嫣 请我起 月嫣 快快快 刚把大姑娘叫醒 这个二小子又醒了 我也没洗成 先给他俩收拾收拾 穿上衣服起来吧 看着姐弟俩亲的 哎呦 我宝贝吐吐了 这姐姐多 这姐姐 快 爷爷叫你上雪去了 快去 先够了就上雪秀去吧 啊 去吧 拜拜和妈妈再见 嗯 真棒 奶奶做好饭了 现在我们准备吃饭 小哥你吃饭了 好啊 我们要开始吃饭了 看到我们家的饭饭 两个菜 一个羹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主要是吃饭饭 今天姑姑和姑姑她们都来了 姑姑前几天去云南旅游了一趟 她买回来一个银树子 据她说是这个银树子能测湿气 我让她给我瞧瞧 看看我有没有湿气啊 嗯 破萝卜醋 嗯 她们说红了就是有湿气 我感觉我感觉这没湿气的 我敲出湿气了 怎么敲它都能红啊 你看不是 这血管 知道吗 不是红 是血管 我应该没忘了 你看你看 因为你别 你看你说我这就没有 你看小布的 给小布跳过来 你一旦看下去瞧 你看我这就没有了 哦 你这就是那个硬树造的小布 你看看小布的 我再给你瞧了 你再给你出来 嗯 嗯 嗯 和姑姑那个一笔 我的湿气少多了 对 有一点 嗯 瞧得我胳膊好疼呀 这会儿呢 我家宝贝儿子睡着了 趁这会儿有功夫呢 跟大家聊聊天 我叫小娜 嗯 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现在也是在农村发展 在家没事呢 拍拍小视频 嗯 就发那个今日头条 我的今日头条名字叫 农村一家人 大家可以关注进去看看 最近呢 又想着上一期节目 嗯 在早上的九点钟准时发出 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我 支持一下 进去看看 现在我们该出去拍视频了 刚一出门 外面的风好大呀 而且今天天气好冷 就算把宝贝接回来 天也快黑了 还是算了吧 今天再去拍吧 我们家大宝贝开始作业了 我们家大宝贝开始作业了 现在我们也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哦 是说21写到40 哦 好吧 来 写一个 写一个 一样 嗯 一半 二三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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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写这样 二世 你别冲解决的作业 上去也别写倒了 现在是八点多 今天一天就算差不多过去了 我家小宝贝就我那小儿子 每天睡觉都特别晚 基本上天天跟他我都十一点 真是好困难 我家姑娘改天在学校 如果不睡觉的话 还可以睡得早一点 昨天下午 在那个头条的农村一家人中 发了一条视频 是关于我们农村种植的 那个昨天去那那个说 他家种了有五六亩的那个 淤化苗 对淤化苗末 种了十年 种了十年都没有卖出去 现在是把那个苗子 还雇了个挖机 雇了挖机一步 还是花了四千块钱 把那个五六亩地里的苗子 全部给他挖掉了 真的是我感觉 农民们吃点东西 怎么那么不容易呢 就拿他来说吧 你看 地白占了十年 什么都不能种 而且 倒讯不 苗子如果是便宜卖出去也好 可是还是卖不出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农村的那个 信息不流通 信息量了 还不是那么大 然后他们想找那个买家 也找不到 没办法 只能是把那些苗子都挖了 这是我的一天生活 今天是第一天发作品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到这里吧 再见